大家好 我是愛主家 今天我和大家分享的家庭小菜 就是煎魚餅 材料有鱗魚肉 半備收攪碎豬肉 乾蔥 青蔥 芫荽 粟米 和一隻蛋黃 今天放了半斤鱗魚肉 為了讓肉的香味 加少許半備收豬肉 一會煎 令到有口感 我會加一些粟米粒 很甜的煎出來 令到魚肉增加了甜的鮮味 因為粟米粒有口感 加一些乾蔥 乾蔥煎的時候很香 要加少許青蔥 還有芫荽 拌勻所有材料 先攪拌 先攪拌 這個材料很豐富 另外我會加多一隻蛋黃 讓它更加有黏度 拌勻 由於我買的時候 它跟我說 鱗魚肉有少許味 所以我會加少許雞粉 加少許糖 半茶匙 加少許胡椒粉 加少許胡椒粉 令它沒有那麼腥 然後攪拌 所有材料 攪拌均勻 在攪拌均勻 就這樣 我便封起來 保鮮紙 放在洗手間 冰箱 冷藏1小時 令肉有彈性 現在我準備 這些沌魚餅 酱汁 蒜头 红辣椒 和柠檬 还有鱼露 稍后剁碎 蒜头 红椒 和柠檬汁 混合鱼露 这个酱汁会有好味 现在准备 做酱汁材料 蒜蓉 红椒 辣椒 蒜蓉 榨汁 柠檬汁 简单地榨檬汁 放入鱼露 1匙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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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匙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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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酱汁 1匙匙 小油 做酱汁 2匙匙匙 加热 messing 将鱼饺स 27g 以煮足 饭泡din鸡 放入鱼球 鱼鍋oise次泡生粉 煎鱼餅 鱼饼两边扑上生粉 然后放在柔和上 盲火煎 每粒都是这样 每粒鱼饼 周围都扑上生粉 用盲火煎 因为盲火煎里面才会慢慢熟 就是这样 给它时间 慢慢煎 我用半煎炸的形式 盲火煎炸 让鱼肉和猪肉 这时候差不多可以了 就夹起鱼饼 然后就可以上碟了 先夹油 现在就上碟了 多大件 今晚饭了这个酱汁 真是鲜甜开胃 好漂亮 接着我会加少许盐 在面头装饰了 这个鱼饼 大功高盛啦 又来试吃的时间 我先偷偷吃了 我饮了我刚才自己的酱汁 柠檬白椒 和醋 哇 鱼肉和猪肉的香味 加上粟米的甜味 咸鲜甜甜的酱汁 很好吃 真的很像泰国的感觉 哈哈哈哈哈哈 大家不妨 试下 加个粟米粒 真的小朋友都会很喜欢 喜欢我的影片 请大家订阅我的频道 赞好 分享 留言 我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我先偷吃了 谢谢 谢谢 谢谢